是 不管我父皇怎么责罚 只要我还活着 就比什么都抢 殿下 您别怪我 要怪就怪这世道不公 我跟了您这么多年 求的就是一个前程 您现在大事已去了 我总得为自己找条后路吧 像我这种人 从来都没有什么原则 只占立场 破战失败对阻 公子 已经四更天了 您也该歇息了 你说 这棋子如果有了心思 他们会想什么 事事如期 我们虽非棋子 可因不甘心任人摆布 不知不觉也会执子 久而久之就忘了 即使屡算盈亏 也难逃着方存之地的道理 天权的皇位 是一个死去无人可以破戒 而我 只是他手上的一枚棋子 被他推到了那个位置上 我最终 是天权皇位上的一个祭品 一个祭品 既然您自己都知道 您为何不做选择 以为有人背叛了我 不仅仅是背叛 他让一个君王蒙受了羞辱 你是说他用二十年补了一根菊 一灯酒 一轮用一根菁 一马片奥 你会把他帮助 便拿着一根菁 能不能再继续 可行 何人 你跟她王妃 已经死了 阿蓉 我相信 咱们的莲儿一定还活着 太子殿下 陛下说过 让您务必亲手杀了皇族叛臣 昭告天下 以示警戒啊 你还是来了 今日一战 不论输赢 你我之间只决生死 你就是霍乱五周的罪魁祸首 只有你真正的死去 天下苍生 天下苍生 才能再次躲过人间炼狱的浩劫 而这世上 只有一个人 才能真正地摧毁你 那这个人是谁 他就是玄陵真业的天选之人 给我 给我 皇后 您听我说 我已经饱受相爱之人 不能相守的痛苦 我绝不能再让我儿子 受这样的折磨 皇后 您听我说 五周的女子千千万万 但无极的母亲 只有您一个 不要我不要 不 不要 我带你一起走 不可能 他 他是不会让我们两个 一起走的 您快去 找不及来救我 你要忍住 我们一定会回来救你 快离开 您快走 我知道您看得到 你 你要杀的 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 我知道 你要杀死的 是无极的善心